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2月20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那在今天的这个正式节目之前啊 咱们来聊一下这个打假的事情 最近啊,这个我的视频啊 被很多人搬到这个B站上面 不知道其他平台有没有,我不清楚 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啊 说我的这个视频被人搬运了 因为老粉丝都知道啊 我从来不在国内网站上面 去做视频 什么原因,大家可能也清楚 在国内做视频啊,非常麻烦 简单点说啊,就不值得我去花时间 所以我只在油管上面做视频 而且也仅仅在油管上面 其他任何平台 不管是国内国外的都没有 所以你看,我这个上面写了 油管专用,谢绝搬运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实际就是这样 我暂时不会在国内去做节目 很多粉丝反映之后啊 我也去B站看了一下 我发现啊,现在主要有这么三个号 在盗用我的视频 但是其他的我可能还没发现 或者是不知道 但这是第一个啊 他居然名字啊 叫我是坦评书 坦评,还坦评书官方唯一账号 我也看了一下他搬的视频全是我的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他还自作聪明啊 把我的这个油管专用啊 谢绝搬运 他用坦评书给他挡住了 这叫掩耳盗铃啊 这个就是吃裸裸的 叫偷窃行为 这个不是我的账号 跟我没任何关系啊 我希望大家啊 帮我举报一下他 这种就太无耻了 还有呢 一个叫好吃食物锁的 还有叫什么茶馆去世的 这两个账号跟我也没有关系 也属搬运 但是呢 他比那个吃裸裸的偷啊 要好一点 因为他说了啊 这个音频来自于哪里 虽然提示的不明显 但是他毕竟在里面说了 这不是他的原创内容 是搬来的 我记得我这有一期专门讲了 我在国内不做 你要是把我的这个内容搬到国内去 第一个 法律自负 就是后果自负 因为我这个内容只在油管平台坡 只给油管的 用户去看的 所以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得标明出处 就是说你这个是搬运来的 只要你风险自单 后果自负 你要搬 你就去搬 但是呢 你就大大方方的去搬 不要冒充我本人 我什么时候 如果在国内平台做节目 我一定会在油管通知的 其实大家要辨别这些账号 其实非常容易啊 你只要去看一看 他回复不回复 你就知道他就是搬运的 油管的粉丝知道 我这个回复 有时候回复 有时候不回复 一旦回复 你就知道那个人就是我 那是别人没有办法伪装的 所以在这里啊 先花几分钟 跟大家解释一下 免得大家误解了 因为那些都是我 那些账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就是尤其是那个 冒充我的 坦明说的那个 希望大家帮我去举报 叫人人得而诸之啊 这种行为啊 是坚决制止的 好 耽误大家几分钟啊 希望大家去举报 我也知道啊 有很多粉丝是从国内过来的 你能方强出来 在油管上看到我的视频 本身就说明了你很不简单啊 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韭菜 有成金的趋势了 没事啊 多看看我的视频 我不关讲房地产 对吧 我的这个讲的内容多了去了 别的不敢说啊 把我的视频多看一看 至少是防割啊 最起码能让你作为一根 不太那么好割的韭菜 好了 咱们说正题 这两天啊 关注房地产这个新闻非常多啊 政策也非常多 这个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 开完之后啊 关注房地产的表述 就各方面都要出来解释 今天好像又有一个人来解释了 还是在这个2022至2023中国经济年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啊 2023年货币政策概括起来 就是总量要够 结构要准 总量要够什么意思呢 这也不叫大水漫贯了 总之啊 你不用担心 钱是够的 央行就要放那么多水 结构要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年以前放的量是够 但是呢 这个钱呢 全部放到国营房企身上 咱们就说房地产啊 民营房企他贷不着款 那现在结构要准 就是说你国营房企能贷到款 民营房企也得能贷到款 咱们就这么理解啊 然后他说了啊 从单前情况看 一些需要进一步支持的领域 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 房地产单前既是重点领域 也是薄弱环节 应加大金融支持 这各方啊 这能方上来解释这个房地产的重要性 后面要对房地产 要采取这种特别的特殊照顾 因为他是重点领域啊 刘鹤副总理说了 他是支柱产业 这个央行副行长说了 这个房地产是重点领域 然后呢 又是薄弱环节 那好了得 这个重点领域还薄弱环节 那不得给他补一补吗 这个房地产的难点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 前面讲的很多啊 总之 这个房地产是有症结啊 我看有很多粉丝留言呢 说 韭菜不买房 是因为没有钱啊 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简单的排个序 就是说 买房子的动力 买房子第一动力 是房子会涨价 买房子会赚钱 第二动力 是刚需啊 就是你要结婚 你孩子要上学 要学去房 等等 这就是刚需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大家预期 所有人预期 或者主要的市场预期 达成共识 这个房价是要涨的 今年是一万 明年就变成一万一 三年以后变成一万五 就涨了百分之五十 先说清楚了啊 这是市场预期 就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么房子啊 就很好卖得出去 那个时候啊 韭菜没有钱 他也会去买房 正因为你没有钱 你才去买房啊 因为买房能赚钱呢 所以你一定会千方百计的 找七大姑八大姨去借钱 什么各种金银贷都用上 信用卡的套现 然后去付首付 付完了首付 后面月供 反正就慢慢来了 因为三年一过 你买了一百万的房子 它变成一百五十万了 你三年挣五十万 关键什么呢 关键一百万的房子 你只用付二十万呢 你七大姑八大姨 各种手段借了二十万 对吧 你是没有钱呢 但你借到了二十万 你就去买房了 三年以后 你投的二十万 净赚五十万 你不会去干吗 这二十年来这房子 为什么涨到这 它不就是这个模式吗 所以说 一旦新增预期 因为房价要涨 那韭菜没有钱 不是主要问题了 韭菜马上就有钱了 这个时候 你要不让他买 韭菜会跟你急啊 你凭什么拦着人家赚钱呢 然后说 你没有买房资格 那韭菜会想万事法的去 让他有资格 为了买房资格 假离婚的 假结婚的 是不是比比皆是啊 这个区区一个资格 能限制韭菜发财吗 能限制韭菜去买房吗 这一切都是在 房价上涨的预期下 什么都不是问题 但现在问题在哪呢 问题不是中央 给房地产来了个房住不炒 帽子戴着的吗 你房价涨 他就认为你这个是 有炒作的嫌疑 炒房 所以你看 一下就把韭菜的预期 给浇灭了 你还指着房子涨 所以咱们一直说 你既要房住不炒 然后又想让韭菜去买房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房价没有上涨预期 你让韭菜买房 这个就非常难 就不要说房价跌 韭菜不会买 房价跌 哪个韭菜会那么傻 跟七大姑八大姨 借钱去买房 借了20万买了房 两年以后 首付的跌没了 那20万就没了 那不是傻吗 去买房 你就是有钱 也不能那么祸祸 何况没钱 是借的钱 所以你看 房价一旦下跌 预期形成 韭菜是不会买房的 你拿枪逼着他 他也不买 为了躲避买房的义务 他可以装死 可以自残 我今年一百万买的房 明年变成90万 后年变成80万 再过五年变成50万 谁会去买房 所以韭菜有没有钱 他都不会去买房 那如果说 今年是一万 明年一万一 后年一万二 韭菜没有钱 他也会去买房 何况他有钱 他更得去买 他还要买两套 三套 你说你一个人 不能买两套三套 那他给他爸买一套 对吧 不行 让他爸 他妈离婚 给他爸 给他妈一人买一套 因为过五年之后 他就能挣50% 这比上班强多了 大家也不要装外宾 这二十年 这个房地产就这么起来的 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 现在咱们不用讨论 说房地产 这价格还能不能涨 还涨到哪 因为现在中央不让他炒房 政策就给你限制死了 就打消炒房这个念头 那现在矛盾就在这 你怎么样让韭菜进去买房 跌了韭菜肯定不能买 那现在政府就把价格拖在这 形成一个有价无市的 这么一个局面 对吧 无市指什么 这个房地产成交量是不是暴跌 跌了40% 跟去年相比 还有下跌的趋势 价格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是你成交量没有了 还萎缩 那现在你看 各方又出来说 稳预期 这个稳预期指什么呢 我想啊 它一定不能产生 这个房价下跌的这种预期 它是想方设法 让韭菜相信 这个房价不会跌 只会小幅增长 涨快了又是炒啊 所以房价以某个 比较小的幅度在增长 比如说啊 参照这个GDP GDP每年5% 它也增长5% 这是一种参照 还有一种参照 银行的利息 银行利息每年4% 那它也按4%速度增长 它认为这个是健康的 那么对韭菜来说呢 也能接受 毕竟买了个房子 它没跌啊 每年还涨一点 虽然涨的不多 但是这个钱 比你存银行要强多了 那它是要形成这么个预期 那如果这个预期一旦形成 问题就来了 你因为韭菜不能通过房子 快速涨价 来支付啊 来获得收益 那这个房子 真的就变成一个住的功能 你给七大姑八大爷 借的钱 买了这么个房子 过三年 你好像也没占着什么便宜 虽然涨了10% 但是你毕竟 你还欠着七大姑八大爷的人情呢 然后你这边还房贷也是还了房子利息啊 所以你这么一算 好像也没赚着钱 那最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住了 解决着你的住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韭菜就要考虑自己收入预期 我接下来可能要降薪 我有可能被裁掉 对吧 有可能没工作 那我这个还款就是个问题了 一旦还款成了问题 一旦断供 弃贷 那我这房子可能就被银行收回去了 被法院拍卖了 我最后 我竹篮大水一场空 我可能还欠银行钱 那所以大家就会担心这个 那这个就涉及到预期了 那我对未来预期不好 那我的收入肯定有问题 那政府就要解决收入的问题 那大家想一想 实际上你看 又不能涨 又不能跌 那从房价的角度来说 它只能维持在这个小幅增长 从韭菜角度来说呢 我买了这个房子 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买房子本身来赚钱了 房子仅仅是个刚需住 要么就是改善型的 家里人都住不下了 买个大一点的 把小的卖掉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一旦在这种环境之下 在这种条件之下 韭菜考虑更多的就是收入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你看房地产 它没有什么可选项 它的路就朝这来了 就这么一条路 你给房价上了个加班 上也不能上去 下也不能下来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韭菜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长 然后对未来预期也不好 然后还要刺激韭菜去买房 所以这个政节就在这儿 这非常难 我很好奇啊 这个刘鹤副总理说了 后面要出台更多的政策 所以我也盼着这个政府啊 看他到底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来刺激韭菜 来刺激这个需求端 是真的拿东西在前面引诱你呢 还是在后面拿鞭子赶呢 这是两种方式啊 大家别搞错了啊 可以拿东西在前面引诱你 他也可以在后面拿鞭子赶你啊 他可以要求公园 每个人必须再买一套房 你不买房查着你的存款 你有存款你不买房 那就是犯错误 觉悟不高 也别想着升官 也别想着涨工资 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啊 就简单一点的 简单粗暴一点 对呀 公务员你得买房 你不买房 别想着往上升 尤其是那些有存款的 那你就输入恶意不买房 你让纪委好好帮你查一查 对于那些银行有存款的 这非公务员 那也得查 对吧 你不买房 你存这么的钱 那钱从哪来的 有没有交税啊 税务局去查一查 一查名下有三套房 那算了 一查名下没房 还有存款 你这不是恶意不买房吗 让税务局跟你聊一聊 那还有人说 我又不是这么公务员 我也没那个干上班 也没什么存款 那他也可以要求你啊 你想进国企 你想考公务员 首先你名下得有一套房 或者有房的优先录取 行吧 你连套房都没有 那说明你这个人不稳定呢 说不定干干就走了 你想当老师 你想有个编制 得看你有没有房 有房的排在前面 没房的排在后面 你想考研 在同等的分数下 有房的优先录取 有的是办法 所以以后面试的时候 对吧 你偷简历 你后面得写上 我有三套房 好 人家优先录取你 你说你没房 单位不能要你 总之啊 有的是办法刺激你去买房 就好比学出房嘛 学出房不就是刺激吗 你没这儿的房子 你就不能在这儿上学 这不跟我刚才说的 那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吗 只是换了个形式 显得好像你是自愿的 那他可以搞医疗房 你如果在这儿没房子 你就不能在这个医院看病 你不能去挂号 所以说啊 咱们刚才说的那些 刺激需求端呢 他可以在前面引诱你 给你发点什么补贴 给你这个免弃税 免点利息 减低下首付啊 等等那些小赢小贿 同时他可以拿鞭子抽你 也是一种刺激 以后你如果没有房子 那得街道给你开证明 说你真的是一穷二百 没有钱 真的是买不起房子 给你开个证明 没有街道的证明 那你这有犯罪先宜啊 居然有钱不买房 说这么多虽然很荒诞啊 但是你想一想 无非就是夸大了一点 实际上他都可以这么做的 学区房就这个例子 我记得是河南哪个县的一个县长 还是县委书记啊 湖南一个县委书记 不是大会上号召公务员买房吗 买了一套买两套 买了两套买三套 这个都已经喊出来了 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 但是呢 不管什么原因啊 不管你是刚需 还是投资 还是干啥的 你现在如果要买房的话 还是要注意 就是不要踩那个烂尾的坑啊 因为现在很多房企 虽然央行都在保 但是你也看到了啊 人家重点是保这个优质房企 头部房企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买房的话 千万不要买那些 乱七八糟的开发商的 你实在摸不准啊 你就买保利的 或者万科的 或者是当地国企的 这样保险呢 没有烦心事 你看啊 这有个业主 应该是 河县 安徽的啊 世贸的一个项目 烂尾 大家看这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了个这样的房子 你不闹心吗 操心呢 他一天不交房 你一天不踏实 他拖个三年 你这三年不踏实 这个世贸也是500强房企啊 也是鼎鼎有名的 你看浪违起来也毫不含糊 我估计啊 作为保民生保交楼 这个项目应该能结束 但是你想拖了个三年四年 你在这个房子上面花了多少精力啊 你这个精力如果拿去赚钱 那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多操了多少薪呢 所以说大家如果买房的话 千万不要被这个 现在的一些表现冲昏了头脑 所以你还是要买那些大开发让的 尤其是国企的 虽然可能价格高一点 但是你不操心呢 当然了 有的地方他没有保利的房子 确实是这样子的 那地方可能也没有大的国企的 只有这些 不知道哪跑来的民营房企 在这开发 没有什么科学的余地 那像这种 你能等就等 多扛一扛 实在等不及的 我倒是建议你买二手房 虽然咱们现在口号叫 保交楼保民生 但是保不起 他这个就烂尾了 你顶儿就这么背 然后困扰你个三年五年的 你说你何苦呢 最后我们再看一篇文章 这个叫 阿里效应破灭 周边楼市熄火 这个是时代财经APP 发的一篇文章 作者叫什么中代 这样的文章很多 我昨天看了一个 应该是凤凰财经 他也发了一篇报道 这个也是写杭州的楼市 这文章比较长 我就不念 咱们就说说他的意思 这阿里啊 是杭州互联网圈的宇宙中心 其总部所在地 蔚来科技城 也曾是杭州楼市的宇宙中心 这里不仅有阿里作证 还有Vivo Oppo 丁丁等一大批企业 截至2020年末 蔚来科技城 核心区落户了 2.5万家企业 高新人群的拥入 点燃了楼市 激起了炒房客的热情 蔚来科技城 城市的发展 已经上了动力澎湃的涌动机 这个是一则蔚来科技城新盘 2020年的推广资料 2020年蔚来科技城部分楼盘 一度卖到8万元一平米 而且购房者们认为 涨到10万每平米 没有问题 谁也没有料到 近一年来 这把火已经快要熄灭了 以前阿里附近的主力成交价是500多万 现在是400多万 普遍降了100万 杭州房产中介老王 对时代财经表示 还有很多这个楼盘呢 从600多万近期成交价到了470万 那就下降了20% 然后说啊 马农提前还贷 降薪财源 又赶上资产贬值 蔚来科技城的互联网人有点烦 35岁之前 姚乐斯拥有关心的生活 与某互联网大产细分业务任市场主管 带着五人的小团队 年薪约四五十万 房子买在 河井蝶采源 离阿里总部步行九分钟 手中还有百拉万积蓄 用来炒股 今年初 姚乐斯也遭遇到自己的35岁危机 大老板启动业务合并 多个市场部合并成一个市场部 那他这个主管估计就被PK掉了 或者优化掉了 这个姚乐斯啊 不是孤立 这个阿里啊 还有其他的互联网公司 七八月份有波大裁员 当时蔚来科技城多了一些被辞退的员工 因为要换城市生活而急售房子 挂牌价很低 但大部分房源 仍旧没有人接盘 财报数据显示啊 今年前三季度 仅阿里一家就减员超过1.5万人 面对减员降薪 部分互联网人感觉难以负担贷款 大产效应退潮 未来科技城距离市中心超过14公里 曾经非常荒芜 2013年阿里巴巴将总部搬到这里 约某1.2万名阿里巴巴员工随之搬入曾经的荒芒之地 日渐人气鼎盛 不仅如此 阿里巴巴入驻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集体搬迁 与物流参除 网红浮化公司 服装制造商等周边配套亦逐步完善和成熟 最后啊 老王觉得楼市低空飞翔不会太久 杭州正在释放政策大礼包 外地户籍买房由四年社保调整为一年社保 首套房利率低至4.1% 二套房仅需四成首付 十月杭州楼市已经筑底了 单月成交3700套 十一月成交5300套 老王感觉到啊 十二月份成交数据应该好于十一月 他也期待着年底能多开几单 有个好收成 整篇文章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阿里呀 起起落落的 阿里不行了 这个杭州未来城的房价就拖不住了 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 阿里的走势就预示着杭州的房价顶不住 还有很多人喜欢抬杠 你看现在很多媒体记者 已经在写这样的文章了 阿里作为互联网的头部企业 它是一个生态啊 它下面有多少公司啊 或者多少围绕着阿里赚的这些公司 数以万计啊 阿里不行了 这些围绕着阿里赚的公司也不行了 影响的是多少万人 不是一个两个人 在阿里好的时候 占不得人都是高薪收入 他们对买套房啊 七八百万 小意思啊 完全没问题啊 他的工资 他的收入是可以覆盖的 但是从2020年 互联网见底 这些互联网公司 还有这些阿里巴巴平台 附属的这些公司 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 所以他一轮又一轮的裁员 裁掉的这些人 他如果在杭州买了房 那麻烦就来了 因为裁掉了 他不好再找工作 是整个行业不行 不是阿里巴巴一家不行 你看这个文章里面就说了嘛 很多人被裁掉之后 在杭州找不到工作 他可能就回老家了 他就要把房子卖掉 要么就换到深圳去 要么去其他城市 因为杭州他已经待不下去了 找不到工作 那哪有那么的人跑到杭州去接盘呢 所以这些人只要卖 杭州的房价就沉压 所以杭州你看二手房 挂牌是二十万套 慢慢卖去吧 杭州有很多其他的产业 但是都不足为道 杭州的支柱是互联网 准确的说是以阿里巴巴为龙头的互联网行业 陈也阿里巴巴 败也阿里巴巴 因为阿里巴巴一火 至少给杭州的这个房价 一个助推的力量 那阿里巴巴他一萧条 他一衰落 那杭州的房价阴身而落 这就不足为奇呀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国家又要大力发展平台经济 现在又把这个阿里巴巴 拉出来要给他灌点人生汤 鼓励他要跑马拉松 结局是什么不知道啊 对阿里巴巴刺激到什么程度 阿里巴巴能不能二次辉煌 这不好说啊 如果阿里巴巴再次辉煌 那韩州的房价又稳住了 如果阿里巴巴刺激不起来 那韩州的房价还是要往下走的 我看是不是浙江的省委书记 已经到阿里巴巴总部调研了 但是啊打压下去容易 把他扶起来难了 现在这些民营企业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已经被打个半死了 然后你再拉他去KTV 他即便去唱歌 他也没那个精神器了 强颜欢笑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 就是韩州的房价 目前来说跟阿里也绑得比较深 就是阿里是个风向标 如果阿里好起来了 韩州的房价能稳住 如果阿里好不起来 韩州的房价跌到那里就不知道了 你要在韩州有房子 那就自求多福吧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联系评论 期待